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周四表示 他们已对特斯拉自2016年以来 自动驾驶系统失误导致的 10人死亡交通事故展开过30次调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发布了一份清单 其中提供了尤其特别碰撞调查计划 审查的碰撞详细信息 该机构已经确认了一些具体的 特斯拉的车祸调查 但之前没有对外发布 所有特斯拉车祸调查的完整说明 其中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错误 有非常大的可能 引发了这些致死的交通意外 在特斯拉的30起事故中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已将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 排除在其中三起事故之外 该局还发布了另外两起事故的报告 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特斯拉公司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